哈喽大家好 现在是早上的十点了 外边一直下雨 下了小半晚上吧 应该是从后半夜下的 一直下在了 哎呀 下雨老烦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停 看池里多炒呀 哎呀 虽然不结冰 他是炒啊 炒的回身都难受了 每次起来 就得把这个前面的玻璃的露水擦一遍 然后再开打风 吹一吹 要不然 受不了啊 哎哟 这没办法吃日 天天下雨 看到吃上这个了吗 这就是那个太炒了 发霉了 这个样子了 看看这大神 去买菜吗 买的 我怕那个一会儿没人了 哦 有人很难打 这当先 趁先 趁先再买点菜了 哎 你拿快递啊 快递啊 还没到呢 下午吧 那我们现在是10点 10点半 先吃点饭 还是先买菜 那买了菜以后 滴了这吃饭 那先吃饭去呗 走走走 带着嗓 来来坐在这儿烤会儿火 烤会儿火 小火一烤 你懂什么叫入乡随俗吗 不懂 啊 不懂就对了 别跟我说话了 这 这 这话让人就是省气 本来就是啊 不 诗话诗说还不行哦 这年都是诗话诗说都有错呀 啊 你说那叫屁话 话操理不操 诗话诗说那叫 这是竹粉 炸子鸡蛋 快吃吧 暖乎乎的 我把你跳过去 请大哥 走吧 我让你把那个 啥 让你去回复一下 一会一会 先拿快递就行 拿快递 当时还去买菜 吃发饭 去拿快递 买点菜 出发 紧了啥 好家伙 这么多快递 拿上快递了 然后去菜市场买菜 啊 菜市场 油条 差不多吧 哇 那边有啥好有啥的 这个酥冬的不好 菜买啥呀 多买两根啊 顶好 小酥冬的菜 那你还买肉 买了点肉 买点儿肉 买点儿饺子鸡 搞饺子鸡 好多点儿 你 你看 一点 多艺 看 鸡 四 在这里露营啊 有一点好 有热水 去打点热水去 这样就不用少水了 哎呀 马上睡觉还挺安静的 这里 热水100度 哎 我去 有点多了 对呀 走了 出发去山里边的 深山老林 金刚山 到了那边把你卖了 走了 登登登登 登登登登 出发金刚山 要一直上坡呀 好像是 还有点下雨 看两边的房漂亮不漂亮 感觉这边那个挺干净的 空气呀也挺好 这边的油菜花都开了 看远处的 黄黄的 绿绿的 目前看到的 这里呀 就是那个金刚山市 走的这条路叫 金刚山大道 市区就不去了 要往山里走 这应该是进入金刚山了 就这个风景区嘛 你看这两边 路登的两边 都有那个五角形了 进入金刚山风景区境内了 你看这个山上全是烟雾缭绕的 看到前面那个了吗 哎呀 真是上到山顶了 看不到人了 农建度五六十米吧 嘿嘿嘿 看慢一点吧 啥也看不见 王姐得紧跟着 要不然丢了他了 哈哈 终于出来那雾区了 哎呀 下班好多了 本来想在金刚山 那个游客中心那边 待着来着 但是那边啊 平均车速三十一 限速六十 但是那边啊 全是五什么也看不见 所以说就和王姐商量了一下 我们就下来了 下来可以吧 哎呀 有点清甜了 哦 我是感觉这边的环境啊 这边的空气呀 这边的卫生啊 给我的感觉是真好真好 又是这样的了 它就是一段一段的 这属于那个叫团物 但是前面两公里吧 看着说是有一个服务区可以休息 就在那里休息了吧 别走了 万一出点事呢 是不是啊 找到一个驿站 也就是停车场 还不错 这里还有卫生间 关于没它怎么样 怎么样在这 行吧 哎呀 就是刮的风太大了 看看这个雾气 哇 往这边来 哎呀我去 看看这边啊 哎呀 就是太潮了 卫生间也有 哎呀 相当的好 24小时的 还可以充电 嗯 就在这了 其实它这里也可以充电的 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用 你看 它那里有那个充电装的 还有免费WiFi吗 啊 这个地方真不错 不属于那种高峰期嘛 所以说这边没有人 像这里面都没有人的 好像是 明天出发 明天就进入那个湖南了 还有50来公里 往那个延岭方向 这样 往怀化 然后贵州 这样走着行了 整体年前到贵州 无意外边什么也看不到 我就回车里了 我在这是买的那个被子 还得买个那个被子 被罩去 这以防万一 去贵州那边冷嘛 就得盖两个被子 我估计进入湖南那边 天气就开始冷了 江西这边还是盖这一个被子 晚上还是比较热的 我感觉啊 昨天晚上都盖这一个被子 太热了 回车上待着 这因为这里拿着也去不了 什么也看不见 这是在江西装了多少天呀 有那个十天 还是多少呀 差不多 明天就进入湖南了 湖南也没什么好转的 抓紧时间吧 赶路嘛 这两天 到贵州还有600公里吧 一天走个七八百公里 七八十公里 或者是赶赶时间吧 到时候我未美忘记吧 嗯 今天是走了80公里吧 本来到 想到下边一个阵来着 但是由于这个路上吧 呃 它那个雾气太浓了 看 嗯 看不 看不见 看不见路嘛 浓尖度太低了 呃 我也想了想 为了安全装小嘛 正好看到这边有个这个驿站 也就是停车区 呃 就停在这里了 在这儿休息一晚 明天再走吧 反正外边现在还下雨呢 阳雨蒙蒙的 呵呵 嗯 车里边还差点吧 潮肯定是潮 但是习惯啊就行了 也不怕没有饭吃 嗯 就是早上我们出发的时候嘛 在那个镇上吧 菜市场买了点补给 今天晚上 看看是做什么吧 王姐想包饺子 买了那个饺子皮了 如果他不包饺子的话 就简单煮点煮点面条什么的 就行了 反正这菜能吃个 吃两天 两天三天吧 买的比较多吧 还有之前生用的白菜 还有芹菜之类的 等等等 呵呵 我就感觉开这种山路啊 就是 如果晴天的话 还还行 像这种有团物的 浓尖度50米都看不到 开的老累老累了 开的还胆小 嗯 反正什么路也开过了 我倒是不怕 慢慢走嘛 以安全为主 是不是 旅行嘛 就是慢慢走 慢慢看 本来想在那个山顶来着 就景山 那个景区吧 露营 可以转转 但是 真看不见呀 我们就下来了 好了 今天就先这样吧